其實是很少的,說真的,是因人而異 其實很多時候,以我所知,的確不是有預謀的 是隨著當時的形勢而產生出來的 所以這些問題是回答不了你的 OK,但你現在沒有預視了明天? 沒有,完全沒有 但你們在座五個明天都會去遊行的,是嗎? 會 相信都會,有沒有意外 再想問一下,雖然你不是主辦者之一 或者是籌劃者之一 但你應該比較知道,據聞明天那個遊行 就沒有向警方申請集會通知的 這個是他們之前幾天記者會都有講到 就不會申請遊行集會 其實這個是學聯一向的傳統來的 大家了解學聯的,我就知道 可能在新聞上最清楚的就是學聯在99年 不是,在9100年 爭取反對人大釋法 對於居公權之類的時候 都是沒有申請去示威 挑戰公安條例 最後就被拘捕 其實為什麼我們要這樣做? 就是學聯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的理解就是因為我們一直都是堅持 我們要反對公安惡法 這個公安惡法是壓殺了香港人示威和集會的權利 所以我們很理解到學聯 或者我們很理解到大家要不申請 要去做遊行這件事 是體現我們有一個對本身要條例的不滿 但是你不滿還不滿 法律就是法律的 怕不怕他們抓人呢? 怕不怕 其實我想參與遊行的都清楚 這個遊行的性質 一定知道是不會申請的 所以我相信大家都明白到這個情況 甚至是學聯的籌劃者都能夠了解 所以我都不會害怕 但亦都有人擔心 正正正你們在搞五區公投參與 如果中間有什麼支接的時候 會不會影響到你們整個運動呢? 我想其實是分開的 因為大專聯一二不是跟學聯一起搞的 我想其實這個 當然我們現在成員裡有學聯的秘書長 有學聯現在的常委會主席 但是在接下來時大家都會換架 大家看報紙都知道,周晴智也親口說了,他很快便會卸任,有全身投的公投,五區公投的工作 我想大家大專園一二的人都清楚一件事,大家都算是去參與 其實這個都看到大家,我覺得沒問題,我也不擔心 大專2012和學聯基本上是兩個團體,這個都要澄清,因為到這幾天,很多媒體仍然說是學聯去參選 這個都說錯了,我想到 多謝你今天在傳釋給我們聽 其實我想再問各位,正如剛才所說,都是一個普通的香港人,一個普通的香港年輕人 突然說自己可能看了一些不公平的東西,看到一些不公義的東西,然後想出來做些事 第一步是怎樣走進去的呢?這個又不認識,那個又不認識,你又不打算入政黨 第一步是怎樣走的? 我想網上那個是很重要的,因為自從有了高德,有了Facebook之後 大家就開始在那裡,以前都覺得就著就著說的,很多時候我對於社會議題有點不滿 然後現在就聚集在一起,好像我自己這樣,我身邊很多朋友都通過Facebook 大家開始講一下問題,開始結合群組,群組之後,大家互相聊天之後 然後就有private message,然後有private message,說到很興奮,說到很興奮 你當時就不如組織一些行動,或者出來見面,大家就聊聊聊聊 然後就造成社會運動一種新的力量 OK,即是大家都是Facebook為主,是不是這樣? 是啊,其實放回我們這幾個朋友,其實全部都是 最初都是throughFacebook去認識的,大家都是從Facebook上互相認識 還是高燈更加早呢? 高燈就會是比較早一點 高燈的威力沒有 因為Facebook是十名仔,很多時候你會看到真實的身份 Facebook是自己的真名仔,很多時候你會看到真實的身份 OK 還有我就覺得呢,為什麼會Facebook成行之後 可以說是他直接改變了社會運動之類的 就是因為呢,其實如果之前互聯網沒有這麼發達的時候 你是不會知道,察覺到周圍的人的立場 他們的舉動,他們的意欲 因為你在香港這樣,你關門 你不知道你旁邊的家其實是什麼立場 很坦白地說,我現在 我也不知道我旁邊的家其實是什麼立場 難道我會問他嗎? 但是你在Facebook看見,不是喔 其實,每次都慢慢發聲的 趙手,不是真的那麼少的 跟你相同想法的人 還有另一件事就是,做出來的事情 就是Facebook,甚至其他網絡的工具 的分別就是,你實際上要出來做一件事 可能是需要一個人,是要很高能力的 或者很高號召力的 還有任何東西都能力很高 而帶動到整件事 一定要有一個骨幹 但是如果你是其他網絡工具 甚至乎在Facebook 你是一人出一kg的力量 可能是 其實一人出很少的力量 但是它是可以幾何形式地 把它變成一噸的 但是你實際上在現實這個世界 實際上是沒有這個功效 因為有一個一傳十、十傳百、一百傳一千 譬如你看到有些 譬如現在講的張宇人 剛才說的最低工資 其實很多群組的人都是一些中學生 這方面大家都覺得有點不滿 他這樣說出來 於是我認識一個群組 於是就變成了 可以在社會上 他是一個不出名的人 根本也不是一些政黨的成員 或者他只是一個普通人 對一些社會問題算是不滿 然後你就會看到現在的群組 每一個群組都有幾萬人 你可以看到Facebook的位力是多大 我想Facebook 即是我們最大專業 最深刻的是 其實我們搞一個一人五十元 他著公投的行動 很快 三天之間其實已經有過千人參與 都已經立即籌到二萬三萬元 加上另外捐的五萬元之數 其實很快 其實看到網絡的力量 是越來越強的 明白 我覺得無論是所謂的籌款 或是將來的網絡動員 或是搞社會運動 甚至是接下來的公投 我想的確是可以用Facebook 去做很大的號召 其實某程度上 還有一種循環的作用 即是反而是 即是看到我們這些比較 算是先烈者 即是我們這些很初期的 即是說的是 零七零八年已經開始 玩group 這些事情 然後去到現在 看到我們成功 即是好像我們十萬人反民建聯 我們剛剛最近才召集到 但是我們的成功是感召到很多人 即是又說 現在都說 我又召集十萬個 即是有什麼是對家的 焰烏社民連的 現在也有說十萬個 反對二十三條 支持五區公投 支持公社聯 即是那個訴求 其實越來越多 而成立 那個group的人的門檻 越來越低 即是說 越來越多那些 所謂的小學雞 其實我們應該把這個 召集十萬人這個 成為我們一個商標 其實 現在Facebook 有幾百個這樣的group 這裡寫十萬人反 其實我相信 可以召集這幾個字 其實就已經在坊間 變成 我想在十年八年之後 看回就變成 當年的一個文化指標之一 還有我有些東西想說 就是 為何這個 即是自從Facebook 出現了之後 為何這個社會的 運動會有這麼大的轉變 就是因為 其實 其實 很多人 都知道 這個社會發生了什麼事 事實是怎樣 即是 對和錯 黑和白 其實他們不是不知道 而是他們 本身有一種恐懼 因為 如果我 貿貿然出來 參加這個運動 他們會覺得危險 如果他們經過 經過網絡 來進入 這個社會運動 是他們認為 對於他們自己的人身安全 是比較有保障 還有我想說一個現象 就是我 我有少少是想不到的 那就是 我相信可以召集十萬人 這個群組 其實是2008年 立法會選舉後 接近是 差不多同一時間 啟動的 但是 坦白說 就等了一年多 開了一年多 放在這裏 都是三萬多人 三萬多 三萬多 這個水平是 維持了幾個月 甚至半年都有 就是發現了一個 令人驚喜的現象 就是 它是怎樣彈起 歷程是怎樣 去到十萬人 高鐵之後 是的 是即時反映 是 即刻反映 就是高鐵 通過了之後 即刻 每天幾兩天 就是以一萬這個單位 來上升的 尤其是看到 當那段片 就說 他們整班大國咀的居民 去到民建團中部 而民建團是不接受他們去 聽話